大家早晨 現在是2021年3月23日星期二 之後是8點55分 我就坐在海洋公園Mariot 這裡跟你說說這宗深水埗的成交 之前有一個影片 我拍了旁邊的影片 旁邊的Shop C 之前賣了918萬 我拍了一條影片 Shop C和Shop D都是貼著旁邊 不過Shop D這間是大單邊位 就是南昌街157號 和復華街大單邊 有一個字見角 見蹤面積大概450呎 門闊大約19呎 深大約18呎 你看看這條影片 你大概拿到一點 人流是很多的 因為我拍了那條影片 應該好像星期六 還是幾多點 下午三四點 他又把這間店鋪 剖開了兩間 兩間店鋪 就是南昌街地下D店鋪 成交2780萬 原本業主是2012年7月份 就用2525萬買入 開了九年時間 就升了10% 算了 一個感覺五分位 五分市值十分招備 一分便 這個Shop D1 就是這個租客 就是海洋時裝店 租金37,000元 去到2022年5月份 另一個就是Lucky明匯 就是租金300,000元 去到2022年5月份 合共租金67,000元 回報2.9厘 深水埗一般 回報要高一點 因為比較多供應 所以要高一點 才能吸引到那些人去買 這個位置的人流是很多的 你看那些人 旁邊的司舖 建築面積小一點 當它300呎 就向排檔 成交了九一百萬 你看我的影片 我之前錄了 深水埗的人流 永遠都多 記住 但不要讓那些人流欺騙 消費利是很低的 深水埗真的很低 因為你有機會下去 聽聽別人說價 五、十元 買衣服 或者買錯的時候 五號一號 很多時候都說價 很多外區的人 進去深水埗 都覺得消費力很弱 很後悔 但本區 土生土長就找到食 在那裡 OK的 總之留意 因為深水埗 很多新售會去買 因為始終便宜 便宜來的時候 人家又騙到人 我經常說笑 一個中環人 等於五個深水埗人的消費力 即是同一間店 人流的話 在中環 我相信如果真的 在中環有放盤 同一人流 賣起碼過億 分分鐘兩三億 你都買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沒有人放盤 物以罕為貴 但深水埗 有很多放盤都未買出 總之留意消費力 還有就現實地 好像昨天我和爸爸還沒吃飯 在中環經過 不小心 想買牛仔褲 沒有買牛仔褲 經過一間店舖 一買 就買了一條2800元的牛仔褲 我也不覺得 付錢那一刻 才發覺 這麼貴的 我還以為是一千多元 然後給2800元 試鬼蛋 打算過了一條褲腳 算不算 就照付錢 這麼大的時候 還沒試過買一條這麼貴的牛仔褲 但我猜 如果在深水埗這間 什麼海洋 時裝店 什麼店舖 80元也可以買一條 所以這個80元 和2800元 是一個消費力的分別 總之留意深水埗 人樓多 未必一定是很值錢的店 但就OK的 這間始終叫大丹邊位 罕有的一個人樓 勁爆的多人的地方 放了一盤四萬年了 放了一盤很久很久的 最後終於買出了 恭喜業主 又恭喜買家 買到心頭好 起碼人樓騙到人 各位買家 各位買家 我問大家 這請問你 回家 謝謝